Riz Yosh 大家好 我是Hesitation is Defeat 幼儿就会摆筆 今天会分享一下五个必须玩Horizon Forbidden West 对平线西域禁地的理由 如果你还在幼儿玩不玩买不买的话 希望分享一下我主观的感受 可以帮到大家减少摆筆的机会 即使你已经在玩 都可以看看你有没有跟我相同的感受 或者不同的感受 欢迎随时留言讨论一下 一起发掘游戏的优点也有种乐趣 而且放心 这段影片是不会有任何剧透的 画面主要来自宣传片或没有剧透的场景 谓话不多说了 第一个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战斗 先假设你没有玩过前作 游戏中的人主要分为人类和机械 主角可以用各种远距离的武器或近距离的长矛 也可以放置不同的炸弹 触发场景不同的陷阱等等 甚至可以潜行杀敌 或者操纵机械 而击杀机械的时候 因应你攻击的位置 方法等等 可以像魔物猎人一样 造成部位破坏 拿到那个部位的素材 提升你的装备 或者武器等等 或者说不出什么创新的玩法 来到第二代 核心的战斗玩法 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分别的 但就有很大的进步 首先是近战方面 随着累积近战攻击的次数和伤害 充满了能量之后 你就可以拿弓箭 走去射举 会造成一个巨大的伤害 另外也有不同的年纪 不再是简单分为 轻攻击或重攻击 适当的年纪 可以配合不同的战斗情况 发挥巨大的帮助 而且战斗动作 有一些勇气上是 都非常有型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是英雄主义和Rite 至于远距离武器 也有新增标枪 就真的好像奥运会的标枪一样 相对上是比较近距离 但也有出色的伤害 还有我最喜欢的削裂护手 简单点理解 就是一个活力标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每次你接到这个活力标 都会增加你下一次的伤害 最多是三次 以后会再重新计算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设计 另外追着我自己的活力标 在那里跑 然后很有型地避开敌人的一些伤害 另外也新增了一些不同的状态 例如强酸状态 就可以削弱对方的护甲 用来对抗人类敌人 也有些很有趣的效果 也有静水状态 可以令到敌人没有办法抗拒 静电和冰箱状态 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战斗的时候 一些趣味性 而且这一代新增了主动技能 勇气浪潮 和装备技能 先讲一下勇气浪潮 在六种不同的走向技能树里面 有着不同的勇气浪潮技能 而每一种各有特色 而且大大提升了你在该方面的战斗效益 例如射击增强 配合高伤害的神射弓 一箭轻轻松松打出数百伤害 其实很简单 勇气上来的时候 还有不同的过场动画 挺有趣的 另外装备的装备技能 也有不同 例如射出高角度的战雨 也可以一次过射出三支箭 增加了伤害 而每种不同的武器 都有它不同的装备技能 加上这一代增强了潜行的玩法 和几乎每一场剧情战斗 都有安排不同的场景陷阱 等待玩家自行发掘 这些改变都令可怀爽的战斗 有着非常多不同的变化 而且这些变化 是可以令你带来更多的趣味性 今天你可以直接用弓箭去击杀你的敌人 也可以放下陷阱 加上你把近战场码去击击你的敌人 我自己最喜欢潜行 然后用高伤害的弓箭 射完敌人之后再潜行 然后再射他 再射他 玩家可以因应你自己的喜好 找出你喜欢的战斗方法 而且没有规限你哪一个战斗方法 才可以顺利过关 是我很喜欢河外桑的主因 第二个必玩的原因 就是河外桑多元化的人武玩法 比如上一代已经有依然很好玩的狩猎地 可以令玩家用指定的武器 时限之内达成指定的要求 有一定的挑战性 而且奖励也很丰富 还有深入半军营地或者连柱厂等等 有大量的人类或者机械敌人可以被你击杀 同样也有丰富的奖励 例如也可以令你操控不同的机械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休闲 要你动动脑筋 解析迷 以及在建筑物之间跳来跳去的 遗物遗迹任务之外 这一代也新增了近战训练场 竞技场和骑乘战赛事 近战训练令你可以学习不同的近战练技 并且挑战关卡卡住也有一定的挑战性 竞技场就是可以与各种机械战斗 而我自己就最喜欢骑乘战赛事 虽然海奈索在骑乘机械的时候 操控感我自己觉得不太好 但是过程中 你可以用近战或者弓箭攻击你的敌人 途中也有些道具可以整理用 有些像超级暴力版的Mario Kart 这一点我觉得是挺有趣的 当然不止我上面说的这些 例如这一代 攀爬长颈兽不再是普通的攀爬了 你需要完成一些解密战斗 還有一些攀爬的要素 当然新增了的机械出击企女游戏 虽然我自己觉得没有 巫师3的昆特牌那么好玩 也没有出现巫师3的经典 NPC哭着 我女儿死了 我要帮她报仇 下一秒就 哈哈哈哈 你想不去看看我的昆特牌牌组 这些我觉得是挺有趣的 增添了一些玩乐元素 不无正业的A来 每个要素都玩一玩 加上之后讲的知识任务 基本上可能十个小时 你都离不开新手串 第三个就是知识任务 个人玩过很多不同的Open World Game 很多时候知识任务 都是重重覆覆 内容千篇一律 而且掌励又不吸引 老实说 可爱上的知识任务 其实都大同小意 都是去某些地方 拿下不同东西 打下怪 架下迷等等 但因为地道很大又很漂亮 知识任务 往往会带你去一些 平时很少去的地方 而且掌励都算丰富 基本上会有防具 武器和技能点等等 而且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知识任务 都有它独立的故事 这一点我非常欣赏 玩知识任务 可以令你对主线剧情 或者世界观 有着更多的认识和理解 也可以令你更加投入故事 但你即使不去玩 也不会影响你对主线故事的理解 我认为这就是知识任务的重点 但往往很多open world game 都做不到这一件事 但我这么说 赫瓦的知识任务 完成之后一定会有好处 例如 第一个例子 初次城镇的首领 其他人会说它是一个坏蛋 你是坏人 但如果你只是完成主线剧情 是不会有很大的感受 但你完成了几个知识任务之后 才会发现这个首领种种的罪状 而且最后的结果也令人满意 赫瓦的知识是有玩过数一数二好玩的 第四个原因就是场景 这一点就相对主观 赫瓦2在ps5的性能下 场景的仔细度和美的程度 他认为都是数一数二 加上地图涵盖了雪地、沙漠、海岸等等 身为一个香港人 最近几年都因为疫情问题 没办法去旅行 现在甚至离开家里都有困难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些压抑感 而这种压抑感 在赫瓦里面 如果你可以抛开你完成任务的压力 麻木木的去到不同的地方 欣赏一下风景 我自己觉得这一点是挺舒服的 而且游戏内建的一些照片模式 如果你是专业的摄影人 应该都玩得挺开心的 虽然我不太了解摄影 太多有点兴趣 在照片模式里面 试试用不同的光圈、焦距等等 拍下最漂亮的风景 或者是搞笑的时刻 我觉得都挺正的 玩游戏最重要是自己开心 如果游戏可以带给你刺激的战斗之外的感受 我认为这一点也是值得欣赏的 最后一点就是我很欣赏他剧情的演绎 这一点也是比较主观的 虽然老实说 我就不太喜欢他的主线剧情 但是我很喜欢他用全语音的人物对话来推进他的剧情 加上对话的时候 不同的视觉转换 人物表情动作等等 都非常仔细和生动 令你有些好像在看电影的感觉 还有如果你想练一下你的英文 把字幕转成英文字幕 然后听听他的说话 我自己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而且这一代增加了很多和上一代人物的交流 新增的基地也可以和人物有些有趣的交流 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令你可以投入他的世界观 和人物有不同程度的交流 当然游戏也不是没有缺点 试过有时转得太快 和画面实在是太美了 有时有些很容易会有3D头昏的玩家可能会很辛苦 我认为最大的缺点 就是一来你是需要玩过第一代 要不然你对剧情的了解 是会比较浅的 因为第二代的剧情 是紧接着第一代的剧情 当然你也可以在YouTube找一些剧情的整合看一看 第二个缺点 就是游戏入局是非常之慢 无论是主线剧情还是武器装备等等 如果你想体验多元化的战斗 轻质都可能需要十多个小时的培养 如果你想追求主线、支线任务都不错 地图上的小游戏或收集品全部都玩了 超过100个小时的Gameplay 相信都不能走 对某些玩家来说可能非常好 但对一些比较喜欢速食的玩家就未必那么适合 总共来说我认为Horizon Forbidden West 是一个很值得入手的游戏 但就需要一些时间找到各种的乐趣 而它推出的时间和Elder Wing撞到应一应 令到很多玩家没有办法慢慢感受 但我依然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买回来玩一玩是绝对不会令你失望的 当然都大大头盔了 以上全部都是我的个人感受 欢迎大家留言一起讨论一下 那最后希望你可以支持 用着着拍更多的影片 跟着来我都会继续用着着拍不同的影片 那记得订阅啦 记得订阅是不用签的 喜欢的影片也帮手like和share 那我就下一条影片见了 希望你玩得开心 和最重要的身体健康 多谢啦